他原本是皇宫内的奴婢 因为美貌出众 13岁时被北魏文成帝看上封为皇后 公元465年 文成帝去世 扔下了24岁的皇后和11岁的儿子 由于继位的县文帝年幼 北魏朝政大权就落在了年轻的太后手中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冯太后 冯太后和她的男人们并不是谣传 事情还要从开始说起 冯太后是文成帝的皇后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非常的好 生活也非常和谐 如果这样下去 冯太后可能会是一个贤后 但事情出现了转变 因为文成帝在26岁时就英年早逝了 在最开始的时候 冯太后非常痛心 甚至要一同去死 但是被群臣救下 自此以后 冯太后仿佛悟透了生死 开始了自己的执政时期 因为这个时候的冯太后 只有24岁 非常年轻 再加上是少数民族 所以对自己养男宠并不在意 冯太后自己不在意 并不表示别人也不在意 这个人就是当时的皇帝 拓跋红 因为冯太后和她的男人们之间的事情 还引起了一场政变 文成帝死后 第一个扑进冯太后怀里的男人 是李毅 这个男人 俊秀伟岸 面容娇好 让冯太后甚是喜爱 他们整日在一起 寸步不离 这一切 让县文帝看不下去了 虽然冯太后 不是他的生母 他也要干涉 皇太后的私生活 无法忍受的他 找了一个理由 把李毅给处死了 冯太后知道之后 大怒 逼迫县文帝退位 传位给不满五岁的太子 拓跋红 甚至不惜杀掉了县文帝 在处死拓跋红以后 他的儿子拓跋红继承了皇位 但是这个时候 小皇帝还非常的小 所以冯太后开始掌权 这个时候 冯太后和他的男人 更加放肆 李毅被杀后 冯太后寂寞难难 又让他的心腹太监 给他物色男人 王瑞就是太监推荐的 他相貌堂堂 五官端正 身材魁梧 冯太后看到后很满意 但他有妻子 又害怕落得李毅的下场 始终不敢靠近冯太后 直到冯太后 给他了一个免死金牌 他才现身 但好景不长 王瑞在48岁的时候 因病去世 冯太后挑人的眼光 越来越成熟 他的第三个男宠 李冲更加优秀 李冲小的时候 就表现得卓尔不凡 他进入官场之后 因为办事谨慎 头脑灵活 逐渐得到了皇帝的信任 冯太后改革时 李冲创立了三掌制 用以意志豪强 扩大睡姬 冯太后去世后 李冲继续辅助孝文帝改革 他勤劳国事 审慎周密 天下人把李冲看作是北魏 不可或缺的能臣 在迁都洛阳仪式中 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孝文帝对李冲愈加敬重 常常称其官职 而不呼其名 所以说冯太后的三个男宠中 各是人中才俊 选男宠能做到这个份上 冯太后可谓是天下奇女子啊 冯太后宠幸过的男人 不止以上这些 她的风流运势数不胜数 作为历史上最风流的太后 同时也是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太后 主持北魏两代朝政 她主张北魏南迁洛阳 推行汉化改革 为民族融合做出了突出贡献 冯太后一开始 能够名垂青史的重要因素 北魏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 鲜卑人再马上夺取天下 崇尚武力 在建国之初 北魏的官员是没有俸禄的 官员的大部分收入 都是来自于巧取豪夺和贪污受贿 针对励志腐败的现象 冯太后主持实施了俸禄制 冯太后还派出了使者巡视全国 在俸禄制实行以后 凡是贪赃一匹捐部以上的官员 可以被判处死刑 这项改革引起了许多旧派的不满 以淮南王拓拔他为代表的 鲜卑族贵族坚决反对 不久 孝文帝的亲舅舅 秦义二周刺史 李鸿因贪污受贿事发 被押送京城 照命令其在家中自裁 牵连者四十余人全部处死 这件事情引起了朝野振动 从此北魏励志为之以心 从表面上看 俸禄制的实施是为了整肃励志 更深一层的含义则在于 它使鲜卑贵族的身份发生了改变 鲜卑贵族从以往的游牧部落首领 逐渐转变为拿国家俸禄的官员 这样就极大的促进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 同时也强化了皇权 为之后的改革措施 能够顺利实施铺平了道路 太和九年 冯太后以孝文帝的名义 宣布实施军田令 国家把荒田以政府的名义 定时按人口分配给农民 不同年龄 不同劳动能力的人口 有不同的分配方法 成年男子每人四十亩 妇女每人二十亩 军田令的实施 让农民有地可种 有田可耕 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为国家增加了税收 这项土地制度为后来的 周、旗、随、唐等朝代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 在唐初达到了巅峰 为中国封建鼎盛时期的出现 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中国的北方经过长期战乱 豪墙林立 污宝成群 地方豪墙和大地主们在自家的庄园内 隐匿了大量的人口 同时又兼并了大量的土地 让更多的流民依附于自己 这十分不利于国家的统治 针对这一现状 冯太后采纳了李冲的建议 在全国实施三掌制 规定五家为一林 武林为一理 武里为一党 林、李、党各设议长 何谓三掌 三掌负责检查人口 催征复收 管理生产 维护治安 三掌一或两名家人 可以免除摇曳 三掌制推行以后 有效地重建了地方基层组织 抑制了地方豪墙的势力 扩大了税基 加强了中央集权 使北魏的国力迅速提升 冯太后去世之后 由她亲手抚育成人的孙子 孝文帝亲政 孝文帝继续推动了北魏的改革 并不断加深鲜卑族贵族汉化 中国北方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各民族空前融合 为隋唐帝国的繁荣新盛打下了基础 这些都离不开冯太后的努力 少数民族出身的冯太后 没有受到传统儒家道德的束缚 蓄养难宠只是小结 作为北魏的实际统治者 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 保持朝局的稳定 让百姓有好日子过 才是最重要的 从这一点上说 冯太后做得十分优秀 教职武则天 慈禧等人 冯太后无疑是一位 更加杰出的统治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